有點小痛苦 刷嘴 又有點小幸福 這樣 自虐 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矽品樂體啦 歡迎來到我的美食小紀錄 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吃IKEA的早餐 之前有非常多次都想要來吃 但是常常來吃IKEA的早餐 吃一個過頭就變成午餐 然後就錯過早餐的餐點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實際吃到IKEA的早餐 然後呢 今天我的夥伴是 大家想念已久的大白 對 今天的夥伴是 我們大家想念了很久的大白 我第一次吃早餐 然後我們很可惜的就是這一次 我們的早餐沒有薯餅 我們看到只剩下一片殘破的薯餅 那片薯餅就是不會想要拿 因為你還是要花一樣的錢去買那個薯餅 像我們點的這個早餐餐盤 它是49塊 但是你其實加一個薯餅 再加一碗湯 其實才69塊 所以好像加會比較划算 就蠻可惜沒有加到 但是就是那個薯餅我真的買不下去 然後另外我們還買了一個沙拉 對 雞的沙拉 就看起來蠻好吃的 因為之前每次來都會吃那個 鮭魚的 所以這一次就吃一個不同口味的沙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一次來嘗試了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是比較少會點的 然後其實好像我們未來吃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我一直對IKEA的早餐都抱有一種小期待 然後還有就是大白跟我提到說 最近IKEA有換菜單 但我看好像就只換了一樣新東西對不對 好像是 就一個剝菜麵是嗎 對 還有就是小龍蝦的 對對就是一個小龍蝦剝菜麵 所以好像說換的東西一定是 可以在那邊拍到 我們等一下逛一逛回來 也許可以再拍一下 Round 2 沒有 我們就Round 2 同一支影片 我們就先吃一下我們的早餐 然後其實我非常喜歡吃 炒蛋 但是尤其是麥當勞的炒蛋 我超愛 因為麥當勞的炒蛋是你一定要點 那種什麼大早餐組合 然後它才會有炒蛋 就是你用其他的方式你好像點不到 就是如果你說我想要吃一個哈堡再加炒蛋 是點不到的 你一定要點那個經典早餐餐盤才有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炒蛋吧 剛剛都有拍一些細節 其實它的早餐也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一塊麵包 一塊火腿 然後胡蘿蔔 綠椰菜跟炒蛋 很簡單 但是感覺不會過度調味 應該算健康的早餐 因為其實如果說我們吃傳統早餐店 通常會偏油炸一點 油一點 所以你看像蘿蔔糕也是 蘿蔔糕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現下油 在這邊吃早餐 第一個感覺就是 喔我至少有燙的胡蘿蔔耶 光這個就覺得自己今天健康都爆了 其實就像那種飯店的早餐 它就是水煮的 對啊 對 所以也沒有任何調味 純燙胡蘿蔔 不調味 然後你吃一下它的炒蛋 你看 它炒蛋裡面有料 我來看一下是什麼料 麥當勞的是沒有料 你看 這裡 這個 這是它的料 你有吃到它裡面是什麼嗎 還沒 吃不太出來 口感跟蛋一點點接近 就是 不太像肉類 都覺得它炒蛋好好吃 再熱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來的時間是10點 所以其實11點了 它正常的套餐就開始賣了 所以我們來的算晚 而且它在我們面前把那個牌子散過去 你有注意到嗎 我有看到 有它在我們面前 我也是賣碗 對對對 其實 但是因為它已經在換菜單了 跟麥當勞一樣 所以說以EPR的早餐來講 我覺得只能給一個評論 就是非常清淡 健康啊 就是走一個清淡健康的路線 可是它有一個 它網路上講 它有一個貼心的地方是 你早餐放到冷掉 裡面有微波爐 可以自己夾熱 因為可能很多人睡醒啊 你坐在這邊 可能就是一兩個小時 所以說你的食物粉都已經涼掉了 所以它有微波加熱就可以吃 火腿算是裡面比較重鹹的東西了 它的火腿是很厚的 味道其實沒有一般的火腿那麼重 但是薑餃魚完全沒有調味的幾樣東西 已經算比較重一點 然後火腿很大一點 我覺得 豬排 對 有一點像豬排那種火腿 真的很厚耶 我覺得應該是要搭這個麵包 我們來吃吃看 你懂麵包嗎 不懂 它有點像那個 很常吃到的台灣的麵包 牛角麵包 牛角麵包 就不是那一種 很酥的那一種 不是金牛角 結構也很像啊 它好像是壓扁是嗎 它就是把它壓扁 你這樣看 是不是壓扁 把它壓成平的這樣 有點像啊 有點像可頌 但它有另外的可頌 可頌的皮應該就會是脆的 就是酥的 然後它也是完全沒有醬料的麵包 但是麵包本身有調味這樣 所以它前陣子很紅的 炸什麼玫瑰鹽的 鹽捲喔 我覺得單吃是OK的 這個麵包單吃很OK 就雖然它沒有醬 或沒有包餡 但是我覺得它直接吃的調味是夠的 它直接吃的調味比蛋還要重 其實如果說吃膩了 比較重的東西 其實來偶爾吃一下 這種好像會有一種自己覺得 噢 今天吃得很健康的那種感覺 還OK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吧 我們有一個是培根雞肉捲 跟一個瑞士什麼香腸 好 我來吃吃看 就是肉打成醬 然後灌腸 可是呢 灌腸之前加了很多胡椒 有點像胡椒肉排的那種味道 香坦白的沒有特別討喜 那這就是可能是他們的一個吃法吧 不油膩 喔對 比起台灣的香腸比較不油膩 來 這個是 培根雞肉捲 我來吃吃看 有一個很燒的味道 讓我也來燒一下 很滿燒的 那算是什麼燒味 來 是不是覺得很燒 我覺得它醃漬的關係 會有一種 噢 異國料理的感覺 不是在台灣的味道 好 那麼我們等一下呢 再回來吃 我要吃的是菠菜 龍蝦 對 菠菜小龍蝦 那Let's go 我們等待再一個小時吧 Let's go 繼續吃 好 各位 這是小龍蝦菠菜麵 它麵是綠色的菠菜 然後這個麵條看起來有點像 櫃 櫃啊 你知道什麼是櫃嗎 好 這個傢伙沒文化 連櫃是什麼都不知道 超阿櫃或是什麼 那種櫃 它有一種半透明的綠的感覺 但是有一個比它更可憐的 就是這個龍蝦 這龍蝦它 比我們一般在吃的蝦還要小 但是它的這個醬 感覺是味道會很新的那種醬 所以剛剛大家有看到的話 應該就知道 但是我發現它好像賣得還不錯 我在排隊的時候 前後都有點這個 它的這個醬來講 感覺是台灣有一陣子 蠻常用的這個醬 你拿 你拿吃吃看 你只要是跟龍蝦有關的 它就已經有用這種醬 就是龍蝦沙拉 就是這個醬的味道 好 我來先吃吃看啦 就是沾著這個醬 然後吃菠菜麵 我覺得它的口感很衝突 麵跟我講的不太一樣 麵是偏硬的 但是不是那種 很像台灣的麵字 硬的話通常會Q 我有點難形容 來吃吃看小龍蝦啦 它龍蝦是真的小的 就感覺很像蝦米 大概介於蝦米跟蝦仁之間 這白色的很小 這蝦吃起來很無聊 就有一種很水煮的味道 所以感覺好像整碗吃起來 因為我都已經有沾醬了 那個小龍蝦咬下去 它會有一個水味跑出來 我覺得不是太討實 比吃蝦子還無聊 就這個龍蝦比吃蝦子還無聊 這種感覺 明明就很會吃在那邊裝熟練 這跟我想像說不太一樣 所以不太想吃 像我覺得整體來講 所有東西這樣一起混著吃 其實並沒有到真的很差 反而有一點點像在吃 某些口味的義大利麵 我覺得有一點像在吃義大利麵的感覺 你說它非常差其實也不會 但是你要說它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好像就也不到 會讓我覺得我在吃一個義大利麵的感覺 但它是小龍蝦菠菜麵 這個綠色麵條算滿有噱頭的 滿可愛的 我喜歡它綠色的樣子 吃起來的口感其實我覺得老實講 並沒有到台灣常吃的那種麵那麼厲害 真的不難吃啦 我是覺得真的不難吃 好啦 那麼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終於來體驗IKEA的早餐 然後呢這一次還有一些其他的新品 其實還有一個叫什麼 戰斧豬排 這一次有出了一些新品 但是我其實最有興趣的 反而還是我今天點了這個 原本大白有想要吃一個叫小龍蝦 但我記得那個東西超級辣 就我有一次就點了一個 然後真的是很辣 可是又覺得很好吃 就是辣到不行 可是硬要吃那種 硬要吃那種 有點小痛苦 又有點小幸福 怎樣 好總之就是這樣啦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謝林樂夏 然後這是我的好朋友大白 但就是一個臭乳 不是啦 喂 可是有女朋友 好 好 今天你們的收看 好 今天你們的收看